英二原本是预计在当地至少要花10年 人工智慧研究公司OpenAI 公布了大型举行模型的最新 从护国神山到半导体供应链 从产业历史到企业品牌秘新 阿荣博胡说科技 带你听热闹更要听门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阿荣博胡说科技 我是阿荣博陈良荣 上次我们跟Simon谈的 晶片战争这本书 以及晶片战争作者Chris Miller 跟张忠某的对谈 多数听众应该都知道说 张忠某其实就是 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主角 可能是第一主角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主角 也很抢戏 就是Sony的创办人圣田昭夫 其实他等于是 美国对日本发动第一场 晶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这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美国对日本发动晶片战争之后 后来大家都知道 日本就有点一蹶不振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失落的30年 可是我们发现说 奇怪 Sony最近又重返荣耀 这几年的业绩 已经变成日本第二赚钱的公司 仅次于Toyota 他现在一年的税后净利 超过了一兆日币 其实台积电的主管 听我说一兆日币 说怎么那么少 我们台积电是一兆台币 我说台积电你是全世界前几名 日本Sony现在这样子 已经是超过他当年全盛时期了 为什么Sony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然后日本家电业 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议题 那我们找到我们天下杂志主笔 黄奕云来到现场 奕云他有丰富的 日本采访的经验 我们请奕云 听众好 我是天下杂志主笔黄奕云 好 那我们先简介一下 那个盛田昭夫 跟Sony的历史 其实盛田昭夫很有趣 他是日本一家清酒厂的长子 他本来应该要继承 他们那个清酒厂的 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学的是物理 所以就在海军当工程师 然后他那时候是负责研发 有导热功能的飞弹 但是后来就没做出来 日本就输了 然后战后之后 他就跟他的同事 技术天才 景深大 就是Sony的真正创办人 两个 创了一家公司 那他们这家公司厉害在哪边呢 就是为什么经验战争 会以他们为主角 就是美国一开始做出来 很厉害的半导体 机体电路 可是美国人没有办法 把它商业化 很努力的 但是卖不出去 后来是Sony跟其他日本公司 把它拿出来做半导体的收音机 那大家都知道半导体的水晨厅 Walkman 打下美国市场 那不只是他 还有NEC Sharp 松下这些 打着美国落花流水 家电 让美国人都用日本家电 然后连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都被日本打着落花流水 像德頤 Intel 都后来都面临危机 所以就美国的政府介入 引发了第一场晶片战争 我们都知道美国就用广场协议 一堆的这种政治手段 制裁了日本 那日本的家电业就从此走下坡 就很惨 Sony有一度 2011年最惨的时候 它那一年亏了4000亿日币 几乎要破产 大家就觉得他们大概完蛋了 结果Sony现在居然回来了 那它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我们今天就是从头来讲这个东西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 Sony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相当多的回忆 我先讲一下我最大的回忆 就是我们以前是要去录影带店 租录影带的 那我家是Sony粉 我家所有的电器 基本上都是买Sony的 所以我爸那时候就买了一台 Sony的黑金刚录影机 然后我们很自豪 说我们那个画质 比Panasonic的好一些 结果不妙的就是说 录影带店的录影带 就是Sony的Beta Max 就是那时候叫小代 体积比较小 一开始就比较少 到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少 大代就是Panasonic 跟三羊那一些的联盟 推的大代越来越多 然后更糟糕的是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男生 都喜欢看一个 小房间里面的录影带 那个房间里面带子 我们就不明讲 就违反天下的道德规则 但是到后来有一天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的带子 都是大代 想说完蛋了 我们不要Sony了 后来就换成其他家的录影机 易云你们家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对啊 我觉得那个在我们 这种六年级生的身上 应该都曾经有经历过 大代取代小代的痛苦 因为在我本人年纪很小的时候 我要去帮我妈 从录影带店租日剧 因为那时候台湾电视台 还没有播日剧 所以呢 那个早年的追日足 像我妈那种 她日足都一定要去录影带借 我刚开始也都是借小的 那个小袋子的录影带日剧 到最后 根本借不到什么日剧 回来没有办法跟我妈看 所以我们被迫 就是直接转移到大代的 这个经过 所以在我们纯真的心灵中 就是Sony是好人 就是平常Sony可是坏人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把技术 很好的Sony 打得落花流水 可是现在状况又反转了 然后Sony另外 在我们跑消费电子的记者里面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贾博斯啊 是常年的Sony的粉丝 对 有 这个没错 对 就是盛田招夫 我也是前车子看了 那个Sony的书才知道 原来盛田招夫 早年住在美国的时候 他有提息贾博斯 然后就是贾博斯 像小哥们一样在旁边学 然后为什么贾博斯 他之前 常年穿的那个 黑色的高领毛衣 那是山寨医生设计的 他为什么会找 山寨医生去设计这个毛衣呢 其实就是因为 Sony的创办人 盛田招夫 那个时候 要做制服 给Sony的所有的员工穿 就是找山寨医生设计制服 然后贾博斯觉得 这制服实在太赞了 他们也想要 Apple的员工穿那个制服 那 相爱知道 美国人是不愿意穿制服的 所以他就自己设计制服 他就请那个山寨医生 设计他那个套头毛衣 然后做很多件 他是每天穿一样的 就等于他自己风格的制服 然后另外他对Sony 还有另外一个崇拜的一点 这个是到后来 我跑那个Apple的时候 有一年发生 就是他们跟三星的官司 大家应该知道 在2000年初期 那个时候iPhone出来 然后后来Android出来 然后三星就靠着Android 做到世界最大的市场份额 然后一度还超过了iPhone 那个时候贾博斯就很不爽 他们就告他 然后那个官司热热热打了好几年 然后终于有一段时间 那个三星拿出一个 很神奇的证物 就是说你今天说我超你 其实你也是超Sony 这为什么 他们说他们第一代的iPhone 一开始设计出来的原型机 上面印的logo是Sony 后来他们才去查原始的来源 原来贾博斯 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崇拜Sony 所以他跟那个时候 Apple的设计师就说 你们就想象 你今天是Sony的设计师 那你们要怎么样 设计出一只手机 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个 是Sony logo的手机 那其实就是第一代的 他们内部版本的 样品的iPhone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以前Sony的地位 其实是这么的关键 有人说是 苹果是美国版的Sony 那为什么Sony会落魄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Sony 其实就是在盛田招夫 他们这些第一代的创办人 过世之后 Sony就失去了 当初的创新力 所以说Sony 我们在我们的年代都知道 他们那个Walkman出来 是非常伟大的创新 就是iPhone 他们那个都是 研习Walkman的威力 然后到后来的那个CD 就是我们早期 专听音乐的那个CD 那个专利跟整个规格 是Sony发明的 虽然说后来说 是他跟那个菲利普 共同license 但是多数的专利 是来自Sony 其实那个时候Sony 我前几台Notebook 也是用Sony的那个Vio 我还记得那台实在是 非常屌 就是它外壳 是用碳纤维做的 所以它到现在 它的重量 我上次还从我的那个宝库 把它拿出来过 它的重量 还是比那个苹果的MacBook Air 还要轻 那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那但是呢 其实它的Notebook 就是Sony亏大钱的 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根本 日本以外的市场 根本卖不出去 可是就花很多钱 在研发这个东西 去跟台湾代工的 美国品牌去竞争 那完全就竞争不过 所以呢 就是在我们 之前有一篇专栏有提到 就是在2011年上来的 那一个CEO 就是瓶颈伊夫 他上来之后呢 例行改革 就是说把这些所有的 其他日本家人厂 也都有做 但是Sony做的 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呢 就是把它关掉 譬如说大家知道 它的VIO的Notebook 就卖掉了嘛 然后它的手机 也大幅的缩小规模 开始把它的资源呢 转到它集团里面 最赚钱的生意 就是CMOS Image Sensor 就是我们现在iPhone里面 用的那个影像感测器 那这个决定呢 其实就造就了 为什么大家到后来 可以反败为胜 这么赚钱 我觉得它这个决定 其实做得很不容易 你见过瓶颈伊夫吗 我记得 对 我见过瓶颈伊夫 它确实 它应该就像梁荣 我们私下有讨论过 它可能是日本 非常少数非常帅 然后很高 很体面的那个企业领导人 那我介绍到他那时候 是刚好去日本采访那时候 刚好Sony Mobile 那时候他们的手机 还是一个还算很风光的 一段时间 那那时候我们去到 他们日本的总部 然后中午 就是采访完了之后 中午大家记者们 在来吃饭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 高个子的人走进来了 走到那个员工的餐厅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一看到超开心的 原来是拼瓶伊夫走进来 他很亲切 然后刚开始用英文 跟大家打招呼 那大家都知道 他是早年在北美那边 非常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的英文 其实非常好 他就很像小留学生 我记得 对 所以他英文的发音 还有说英文 都非常的流畅 然后人也很亲切 不是传统那种 穿西装打领带 就是穿得非常 casual smart那种服饰 然后走进来 很亲切 然后大家跟他拍照这样 所以他就是跟日本 一般的那种CEO 就像他们讲 日本讲Salaryman 就是上班族行的CEO 其实那个调调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他感觉很轻快 然后没有那种说 我要带着部署 到处巡视 那种感觉 对没有 你看他就是一个人 走进员工的餐厅 中午的时候 然后跟他打完招呼 然后又很亲切的走调了这样 其实我遇过他一次 就是在那个 差不多那个时候 2011年12年的CES 也是他刚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美国的那个 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然后那个时候 Sony有一个 major announcement 就是一个新产品要发表 就是一个大电视吧 然后结果那个发表 会非常失败 就是弄到一半就笑头了 整个就停了 然后瓶颈一敷 就弄在那边 我在旁边看 我想说 这个新的CEO 好可怜喔 代表Sony 现在悲惨的命运 就是用台语讲 就是做没办的啦 结果没想到 这个就是没有价值 平易近人的CEO 他反而可以做到 就是日本企业 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把他 没有效益的失业 逐渐的downsize 然后资源集中到 真正可以赚钱的 影像感测器 而且造就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就是说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看到日本很多 厉害的技术 都技术好 但是会被别人超过 可是只有他呢 可以把他做到 打败韩国跟中国的对手 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休息一段时间 再回来 欢迎回到阿隆伯 胡说科技 我是阿隆伯 陈良荣 我们在现场的是 天下杂志主笔 黄奕云 我们前一段呢 说到为什么 Sony可以做到 重返荣耀 说到这里 我们先卖个小关子 就是先讲 为什么别人做不到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 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是Sony的对照组 就是Panasonic 就是很多老一辈的 这个家电人都会讲 就是说Sony就是技术领先 那Panasonic呢 就是松下 就是行销领先 所以呢 如果大家看过 那个宏坚现实 那个社长导根座 社长导根座 就是大家知道 他们背后讲的 其实就是Panasonic 松下这家企业的内幕 因为宏坚现实 他过去就是 在这家公司工作的 那Panasonic呢 我过去跟他 有一段经验 就是我曾经 就是也在2021年初期 有一段时间 去参加日本家电展 日本家电展 那个时候 我是去采访电动车 大家其实不大知道 10年前 其实日本电动车 做的是世界相当领先 那个时候Tesla还很小 然后日本的那个 Nissan跟Mizu BC 他们都已经在做电动车了 然后那个时候 日本的家电展 主题是汽车工进家电 所以那个时候 我去的那个展场 其实主角是Panasonic 那时候Panasonic 其实超厉害的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Panasonic 它的锂电池 是世界第一 而且是摇摇领先的 世界第一 就是说所有的电动车 虽然没几家了 用的都是它的锂电池 然后他们那时候 已经做出很厉害的 智慧城市结合 智慧家庭的 Total solution 就是大家知道 因为Panasonic 另外一个子公司 是松下电工 就是他们有做房子 然后家庭的装潢 这一些的 所以他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那时候 看到的Solution是说 蛮有趣的 就是晚上 你可以把电动车 开到你家客厅停着 因为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家里都是平房 然后比较小 电动车 为什么可以开到 家里面停着 是因为电动车 没有臭味 它没有用油 就可以停在客厅 然后就在客厅里面 接上家里的电器 屋顶都是太阳能电板 太阳能电板 之前储电 就可以靠电动车来储电 然后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有时候晚上发电会过剩 就可以靠电动车 连到家里的电源 把电存到电动车里面去 就是他做一套 这样Total solution 就是把车子跟家庭 跟整个城市 都连在一起 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 Panasonic 接下来在新兴产业 也会统一全世界 结果到现在 现在Panasonic 它的底电池的市占率 只能世界第五 先被韩国超过 又被大陆的宁德时代超过 它现在的市占率不到10% 那这为什么Panasonic 会走到这样的地步呢 亦宇 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其实刚刚阿隆伯讲到 那个宏建现实 其实我在日本 也有去采访那个宏建现实 他自己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现在日本企业 碰到的问题 就是他用了一个字叫 加拉巴格斯嘛 加拉巴格岛化的现象 其实在讲说 日本的那个产品 事实上就是可能 日本人非常爱用 技术超极致 但问题是别人没有用 就是他在其他国家 实战率性就很低 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什么 就是那一台 我解释一下 那个加拉巴格斯 加拉巴格群岛是 为什么用汉文用这个字 是因为当初达尔文 是在这个岛 观察这个岛的生物的演化 跟其他大陆 都长得很不一样 所以他从这里面的观察 写出他的演化论 所以后来大家就讲说 就是加拉巴格斯的意思是说 在那个小岛 里面的东西是自己演化 跟别人长得都不一样 用这个实际是不好的话 没错没错 刚刚阿隆伯有讲说 那个松下的经验 那我的经验 其实这一次是在台湾 就有一次我们去 那个松下的笔电厂 在台湾的中和那边的厂 里面采访 为什么会去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 松下有一台非常神奇的电脑 叫Let's Notes 那台电脑就是号称 是强固型的电脑 强固到什么程度 我们想说想去看看 而且很多的日本人 在我们周边 尤其是白领的上班族 他从他的包包里 拿出笔电那一刹那 我们都会 就是斜眼看一下 什么牌子 你看全部都是Panasonic 但是说真的 我真的大部分都只看到 日本的白领人在用那一个 但是日本之外 其他人大概不是品货 那台我以前常看到 就很屌 他就是 很厉害 全机都是铝合金的 然后银白色 对 银白色的 很漂亮 对啊 然后就是那个触控牌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圆圆的形状 所以它辨识度很高 那时候那一台笔电 就是Let's Know 为什么大家觉得很惊艳 是因为听说 它号称摔在地板不会坏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 那一台Let's Know 非常的兴奋 要拍照的时候 就摄影跟我们就想说 我们真的要测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摔不会坏 结果我们就跟着 当时的铸台的这个总经理 中山雅之 就是问了这个经验 他就当场真的摔给我们看 就是PR一声摔到地板上 它真的没有坏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 技术追求极致的 Let's Know的那个 商用型的笔电 也可以说工业用的笔电 但是你真的走出了日本 走出了日本人的世界之后 真的用的人非常的少 真的很奇怪 其实我之前很想买 我之前也是去日本 去秋月园 我就很想买一台回来 可是后来就遇到一个障碍 就是说 它键盘没有 那很难用 然后第二次 你回台湾也没有保固 所以我等于是说 我还要自己贴 帖子然后没有保固 就是代表说 它根本没有想要 做海外市场 没有这个选择 以Panasonic为例 就是说他们做了 相当多这样的东西 技术领先 真的很棒 可是就不是很赚钱 所以到后来 就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它为什么 明明它的理念 是这么有potential 那个时候 Tesla在扩厂的时候 它却跟不上 它跟不上Tesla 扩厂的速度 一直被Tesla抱怨 后来我们去年 我们不是有 剩一个团队 去日本采访 我们做廉价日本封面的时候 就是它在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换了新社长之后 才决定说 OK我们要大撤大乌 要把我们所有不赚钱 只要不赚钱 东西就卖掉 所以它那时候大甩卖 然后要筹资来 扩充他们的理电磁场 然后在美国 可以跟得上 Tesla的扩充的脚步 所以那个时候 它卖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 Panasonic半导体 就卖给了华邦 他们下面 那个新唐电子 卖的钱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呢 卖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Panasonic半导体 它里面有 当初他们理电池的管理IC 就是说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管理 车用理电池的IC技术 然后居然被台湾买下来 所以那时候 我们同事 去他们那个厂里面看 就绝对实在是 很有趣的画面 就是深蓝色 Panasonic的招牌 被换下来 然后换成红色的 就是台湾的 新唐的字样的招牌 然后里面 他们说 那里面的整个布置 然后员工的穿着 都是日本一流商社的规格 然后居然就这样子卖掉 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 是因为经了20年 日本在失落20年 该做的事情 他们都一直没有做 其实就是 日本企业的通病 什么都做 然后没有一样 有国际竞争力 然后到后来 才会变成说 他们的市占率 一直结结下滑 然后被一些不赚钱的业务 拖累了他的本业 所以例如你去 日本采访过好几次 因为那时候 鸿海投资Shop 你光是采访Shop 跟他周边的产业 就去过两次 你有没有像类似 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日本的大企业 他们这么的包山包海 好的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在鸿海跟Shop 要所谓的红下链的初期 我们那时候在2012 还有2016年 都分别到日本去采访 那时候我们也有采访到 Shop的前员工 他就有跟我们讲 他那时候大学刚毕业 他抱了一个非常期待的心 应征进去Shop了 然后在他的面板场 不同的厂区都待过 那那时候他就是 为什么会进去 他告诉我说 在他们小的时候 Shop市上是一个 非常创新的公司 它是因为他们的 产品的创新 技术的创新 所以进去 可是一进去 他就发现是一个 幻灭的开始 他发现这个公司 因为可能已经 非常的大了 百年了 那在日本也是 被称为一个贵族的品牌 所以他的 里面的决策的模式 让他感觉到 非常的官僚 有一个僵固性存在 所以他一进去发现 哇这么慢 决定这么慢 让他待在里面 觉得很没有意思 后来他就离开 那他也提到 他离开 事实上就是一个 Shop下坠的开始 因为发现 Shop的产品 虽然在日本 非常受欢迎 可是他其实是 走不到海外市场的 你在海外市场 同时三星跟LG 都已经崛起 那所有的市场 你不管在电视 或者是在 一金电视的关键零件 就是面板上面 事实上Shop都没有办法 跟他们批底 但是Shop 他却是以 一金起家了一间公司 所以事实上 这也是对Shop来讲 蛮大的一个讽刺 那所以我们如果对照到 刚刚阿隆伯一直讲的 这个Sony 他有了一个 瓶颈衣服来做 即便他可能 没有创办人的 这种charisma形态的 这种领导者 但是他却有一个能力 就是将Sony的强项 就是他的这个 关键零组件 凸显出来 但是将他们 不赚钱的业务 做一个清楚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当时的Shop 在一个僵固的环境底下 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Shop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没有一个东西 是比大家都好 然后他真正的强项 那个LCD 已经被三星的 OLED技术给取代了 所以过去 他只是靠着技术独特 有一席之地 但是技术已经不独特了 它的规模又比别人小 经济规模没有 才会被鸿海给收购 那我们就回到了Sony 可是Sony却做得到 对 这点也是我觉得非常好奇 就是那个是 不管是Shop的经验 或者是说 那时候在松下电脑看到经验 我也觉得非常好 同样都做那么多 种类的家电 为什么他们后来 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平井伊夫 治理下的Sony 他可以做得到 甚至让他气死回生 这个部分我也很好奇 可能梁荣 知道一些答案 其实我记得你 那时候采访Shop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们一开始 第一次 郭台铭 并购Shop不成功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不是说了一段话吗 说那个有一个社长 那个时候的社长 要不然换了好多个社长 对 有一个社长想要引进郭台铭 去并购Shop之后 他就被换掉了 丁田 对丁田 丁田呢 他就说为什么要找鸿海来呢 就是为了有个鲜鱼 他希望有一个外部的鲜鱼进来 然后彻底的改变 当时Shop的企业的氛围 因为那时候Shop 已经是一个百年的企业嘛 我们刚刚前面一段有讲过说 他其实是日本的一个贵族 走向没落 因为越来越大 那时候丁田他希望可以 引进一个外部的人来做改造 那那时候从鸿海的立场来讲呢 鸿海为什么要Shop 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些分析师 还有内部人士 大家都觉得他需要有一个策略 叫Apple加1 因为那时候他的最大的客户是Apple 那除了Apple之外 他希望可以有另外一个plus one 来分散他的企业转型的风险 那时候他就觉得Shop是一个好的strategy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Shop有一个面板的 底头的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叫EXO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Shop有加电 那从鸿海角度 他可以帮他代工加电 那两个人如果说真的可以 合并成功的话 那就是一个 从鸿海角度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事后 到2022年的整个Shop财报来看 那阿隆伯也很清楚嘛 因为当时郭先他买了这个SDP 就是Sakai借工厂 这个大尺寸面板厂 买进来的之后 事实上这个面板厂遭遇到 非常大的亏损 成为一个蛮大的脱油品 那所以其实从事后来看 这个Apple加1的这个策略 并没有非常大的成功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 非常非常可惜的 对蛮可惜的 不过回到那个碾鱼 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 平井一夫 他其实就是在Sony的内部 他就算是一条碾鱼 就是因为他是来自外围部门 他是来自Sony Music 他是好像Sony Music 在美国那边的Sales 就是如果他是来自他们的本业 就是做那些 就是很厉害的家电 电视 手机 平板电脑 他应该就没有那个勇气 把他们看掉 可是我觉得他们董事会蛮厉害 他们就找了这一个 其实是边陲部门的 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变成CEO 然后就过来 然后他就做该做的事情 他跟他下一位 他当初的财务长 后来在18年 接任社长的吉田县一郎 两个人 一个是来自网路部门 一个是来自音乐部门 然后就过来砍他们的核心部门 其实Sony还是厉害的 他们就是完成这样子 一个内部改革 把资源就是注到 CMOS Injunior Sensor 就是说我手机打不过iPhone 我就来当iPhone的供应商 然后赚大钱 然后就让他的市占率 一直抢在三星的前面 三星的Image Sensor 一度也是很想要打败Sony 可是到现在完全不是Sony的对手 而且另外一块就是Sony Music 那这我们待会再谈 然后Sony现在做到什么地步 就是后来我们台湾跑半导体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他这块越做越好之后 他成为让台积电去日本设厂的一个 重要诱因 对 他这个技术比台积电还厉害 这东西蛮有趣的 Sony他做的这个Image Sensor 做到真是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的意思是说 他是自己设计 自己制造 他的制造技术 比台湾的台积电还厉害 就因为也有很多 做这种Image Sensor的厂 他是只会design的 然后给台积电代工 那Sony他有自己的制造技术 那他的制造技术 是台积电做不到的 就是说他的那个 中间有一段 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半导体 其实是我们iPhone所用的 那个影像感测器 在Sony的技术里面是三个东西 把它叠在一起 一个就是记忆体 D-RAM 然后一个就是那个Image Sensor 然后另外一个是影像处理器 Image Signal Processor 那他给台积电代工的是这一块 Image Signal Processor 那就为了让台积电代工这一块 然后就说台积电你来日本设厂 后来就去设了熊本厂 做28奈米的 我觉得好像是5.5万片的一个厂 不是很大 比我们现在高雄厂再稍微大一点 这个厂很特别 它是跟Sony合资设厂 Sony有出钱 然后日本有出钱 而且Sony还有占股 另外还有就是Toyota的供应商 电众也有占股 那大家私下讲的 台积电没有正式承认 就是说据说就是为什么台积电 愿意做这样的服务呢 就是说他想要学Sony 做这个Image Sensor的技术 学他里面的那个先进封装的技术 台积电帮他代工的 这个Image Signal Processor 做出来之后呢 如果他可以让台积电也帮他做 跟他们的影像感受器 封装在一起 那那个技术呢 如果也可以让台积电 一起做的话呢 台积电就可以学到 但是后来Sony还是没有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让台积电 一起去做那个技术 他是在旁边再设一个厂 设他自己的厂 偷偷的在那个厂里面 做他那个独家技术 所以说我觉得 Sony这家公司 就是跟刚才我们讲 跟Pentasonic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Pentasonic是独家技术 可是他没有把他的资源 挪到那个地方 让他长得很大 那Sony呢 第一个是他把资源挪过去 然后他另外把他那个技术 还是做到天下无敌 就是台积电追不上 三星也追不上 然后把他做到最大 对 可是梁荣 这边Image Sensor 这个其实他背后有故事 对不对 那个是不是跟 圣田招夫女婿有关 这个就追寻到 他们很早期的一个历史 就是他们早期的一个社长 其实是圣田招夫的媚婿 媚婿 那是一个 其实一个Sony 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早期的社长 每个人都有一套独家本事 那这个社长 我记得叫炎田 他的独家本事 就是他很会研究 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的RCA取经 就是我们派一堆人 去美国的RCA学技术 Sony去美国学技术的时间 比台湾早了十几年 等于是那个时候 IC刚发明的时候 他们就派人去学技术 去学的人 就是那个炎田 他好像是一个人去 那时候AT&T他们的Bail Lab 刚发明半导体技术 想说也不怕你日本人学 反正你学去也做不出来 然后他就去 然后每天看 然后把东西 写在他的笔记本 然后寄回日本 叫日本的工程师造作 那就用这么刻苦的方式 就让他们把半导体做出来 然后还用半导体做出来产品 那这个科学家 他也很有眼光 那个Bail Lab又发明了 可以让半导体看到光的技术 就是我们现在的 Image Sensor的技术 然后他在他当社长的时候 他就请力支持这个技术 到得癌症过世的时候 这技术都还没有量产 现在却成为Sony的 真正的根源 对 所以他那个技术的根源 其实扎得蛮深 而且蛮久的 但是到最后却因为 瓶颈衣服 他做资源的集中 然后砍掉其他不太重要的部分 然后反而凸显了这一块 早年很重要扎根的这个技术 其实蛮厉害的 对 而且有趣的是日本 他们现在在讨论Sony的 反败为胜的胜利方程式 他们日本就说 这是微笑曲线 我们就听到微笑曲线 就想说 这个微笑曲线不是 我们施政隆先生 微笑曲线 我们以前讲说 研发 制造 品牌 然后为什么是微笑 就是研发价值很高 制造价值很低 品牌价值也很高 所以两边高中间低 施政隆的微笑曲线 那么日本的微笑曲线 其实他们是用 电子产品的 价值链的周期来看 所以左边最高是 关键凝组件 然后中间价值最低的是 系统组装 就是做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就是像电视 手机 整个系统 他们觉得是价值最低 不管有没有品牌 然后最右边 另外一个价值高 就是服务 为什么这样说 就用Sony的商业模式 就是他现在最赚钱的 一块是左边的 关键凝组件 就是Image Sensor 右边服务 服务就是他的Sony Music 他的Sony Music 现在是全世界 最大的音乐公司 然后另外还一块是银行 Sony银行 也蛮赚钱的 那是另外的事情 那又有点复杂 他的架构 有点类似GE Capital 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这样子 是说 我们从日本的转型经验来看 你可以看到说 日本越来越多 成功的企业 开始走向这一块 譬如说Panasonic 现在开始把资源 移转到他 锂电池这一块 那就是关键零组件 关键零件 但是服务这一块 我觉得有点难讲 因为服务这一块 你想出有其他日本大企业 在服务这一块 有国际竞争力吗 这是个好问题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好奇 是说 这个日本电子版的微效曲线 台湾的企业可以copy吗 我觉得那个微效曲线 应该跟台湾企业 可能离得比较远 就是说 因为关键零组件 我们台湾现在 绝大部分赚钱的公司 都是关键零组件 就是我们光是半导体的 上中下游 大概都可以算是 日本他们讲的 关键零组件这一块 可是服务 因为这服务 你要世界级的竞争力 实在太难了 就是说 这完全就是 Sony这家公司 独特的成长背景 就是说 为什么你Sony Music 今天可以做到 天下无敌 当然另外还有Sony Columbia 就是它的电影 就是这一块 其实又回到了 我们一开始的 这个道圣和服 我也是这一次 因为写这个专栏 所以就后来 认真的去看 那个道圣和服 它的早期的资料 其实有一段时间 很有趣 就是说 为什么Sony可以成为 日本史上 在美国最成功的品牌 当然后来 Toyota可能又更成功 可是在早期 这些家电品牌里面 为什么它一开始 在攻下日本市场 因为那时候 道圣和服痛下决心 大概四十几岁的时候 搬去美国住 它的创业伙伴 仅身在日本负责技术 他就去纽约的 第五大道买豪宅 而且还说要买 最好的豪宅 很高 高层的 然后好到说可以办宴会 然后找当地的社会名流 过来他家宴会 然后还要他太太去学英语 学怎么样去招呼 这些富太太 所以他就认识了很多 美国上流社会的人脉 不愧是 清酒公司的大少爷 所以到后来 他们才有可能去并购 可能比较这种高阶的公司 这种都是 里面都是牙匹白人 打造的公司 这并不是说 你有钱就买得到的 然后另外 为什么Sony Music可以拿到这么多音乐的版权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 所有音乐人都是听Walkman长大的 大家从小就听 随身听 都很崇拜Sony这个品牌 所以你今天说我要去买你的音乐 要跟你谈授权 大家就觉得说 不错 所以其实索尼有很深的北美经验 然后他的家底也是很特别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强的软实力 盛前招呼他们这一代 培养出的软实力是非常强 对美国市场的了解 然后他们后来还有一个社长 是音乐家出身 他是指挥家出身 所以在他手上 就把CD这个业务给做出来 所有的音乐都烧成光碟片 都是CD 都是用Sony的规格在做 所以他有这个老本 让他最后转到内容产业的时候 就比别人顺 你看只有他做得到 没有别人做得到 虽然中间也是跌跌撞撞 也赔过蛮多钱的 就是一个学习 但是你学习完之后 你现在这块 你看Sony Music 累积的这些音乐的IP 就是你说Sony 就是大家都是听旧音乐 像我听还不是听我 大学时代听的音乐 对啊 那等于是他就是 一只金基母 一只产生现金 所以我觉得总结 我觉得Sony 能够重返荣耀 主产真的是好 对 有很大的关系 但问题是说 那个也是他的这一位 平易近人的平均衣服 他有这个能力 去无存清吧 然后把一个东西凸显出来 不然我觉得也很难 对 就是我觉得 如果是跟你遇过的那些 Panasonic Sharp的社长来比 我觉得Sony的每一代 西游都非常有个性 然后他们终于有段时间 不是用了一个英国人吗 担集美国人来当社长 我觉得是从盛田招呼 他们那时候定下的规格 就是大胆用 有特色 很有个性的人 而且很多都帅哥 是长得蛮体面的 对 站出来就跟日本那些 上班族社长就很不一样 然后每个都敢搞创新 我觉得是Sony这家公司 他的DNA吧 所以让他就是经历个十几年的低潮之后呢 现在又可以走出来 所以梁荣 其实Sony这样整体来讲 我们刚刚谈的其实还蛮多的 你觉得就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那一条日本电子业微笑曲线 台湾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copy的话 那你觉得Sony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对我来讲 我觉得Sony的启示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企业很多 还在面临创业一代 要交给第二代 第三代的过程 盛田招呼 他虽然不是真正第一个创办人 可是他后来他们家是成为了 这个Sony的大股东 因为他爸很有钱 所以那时候Sony缺钱的时候 都拿他爸的钱 所以他家一度占Sony的持股 超过百分之二十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建立的风范之后 他很早就找到就那个音乐家 来当下一任接班人 而且他们每一个新的接班人 都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你要创造一个新的业务 所以像刚才我们那个盐田 它是主打的特色 就是CMOS Imaging Sensor 然后那个音乐家 大赫 他只把CD做出来 如果以Sony这个重返荣耀的经验 给台湾科技业的启示 我觉得台湾 当然跟Sony在很不同的阶段 他已经传了不知道几代了 四五代了 台湾现在才一代传二代 或是二代传三代 基本上还没办法离开创办人的阴影 但是我觉得Sony 第一个有趣的是说 你看虽然说圣田招夫 他应该是主要的大股东的家族 但是他们家族 其实在后来Sony的营运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介入 那对照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陷入困境的Toyota 大家知道说Toyota为什么会在电动车跟不上 很大的因素就是刚卸任的这个社长 丰田家族的丰田张南 他一直沉迷于他们过去 previous 有点合车的荣耀 然后对于要不要大力拥抱电动车 就一直举棋不定 他一直认为说不用那么快 就到现在就是真的是已经跟不上了 其实在很快的换了一个新的社长 所以说创办家族对于公司转型的影响 其实是蛮危险 我觉得这是台湾在我们这个阶段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Sony这次转型最重要的就是 它比其他的日本商社 更能够把过去的包袱给甩掉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台湾很多科技业 接下来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你一开始发生起家的本业 当你觉得我根本就是这个 我一定要守住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了 那我外界不知道说 Sony的董事会是怎么样的结构 但是他到后来能够用瓶颈衣服 这种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台湾的科技业要长长久久 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对我非常同意梁荣讲的 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本身 我跑的是台湾科技硬体的下游 那大家也应该很清楚 台湾不管电子五哥这几个 不管是品牌厂 或者是说这些代工厂 其实都刚好创一代 开始不管是碰到是不是要有接班人 还是说我原本传统的代工 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代工厂 大部分没有品牌 这些原本占自己业绩 几乎是五层六层七层八层的 这个代工业务 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的时候 我每一个人都在寻找 我的下一个业务的支角是什么 我知道很多人 应该都尝试过IoT 在IoT物联网崛起的时候 大家都幻想过 是不是物联网的装置 可以创造跟过去 比电代工同样的这个量体 可是后来发现都没有 然后现在电动车出现了 大家又在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搭这一波电动车 再创造一个高峰 或者是云端起来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靠着伺服器的这个业务 再创一个高峰 大家还是在这个传统的代工的思维下面走 那这时候大家又开始想了 那所以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再找到 另外一个很大量体的代工业务 再让我再创第二个高峰 还是我不要来做代工了 我做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台湾的这些科技的制造业 我想应该somehow也是面临了 这样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到底要把我的focus 放在什么地方 我要压多少的宝跟多少的资源 我才可以让我的下一波的转型 转得更成功 但是是不是谁做到 我好像也还没有看到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义云的分享 阿龙博胡说科技 是隔周四下午五点播出 下一集的更新时间是4月27日 我们将邀请中央研究院 曲万文老师 一起来谈谈电动车产业的 超级新秀 毕亚迪 请听众朋友准时锁定 并到Apple Podcast追踪 听天下 给我们五颗星 有什么想胡说的 也欢迎留言给阿龙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请订阅电动车产业 启动电动车产业 启动电动车产业